在人數方面,其實線上線下加上是超過7000人 其實線下的參與比起以往更加多 而同一時間在參展商相對疫情前都增長了兩成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吸引力是非常清楚 也是隨著我們下一步的不同的通關措施之後 你看到其實是來自四方的國際的不同的友人和商家 都很希望和很願意來香港 在這裏我們會持續我們的功夫在金融優勢方面不斷去強化 和推出不同的措施去提升和鞏固我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